高雄軟綜合醫院副院長夫人 五月開董監事會前 被黑衣人用棍棒打了滿身嗜血 手腳骨折被送到醫院救治 還堅持在進開刀房之前 列席董監事會議 兩個月後副院長夫人商譽 出面控訴被打有幕後主持者 他們是要警告我們 警告什麼 警告我們不要再出聲 不要再有意見 就是因為我們擋住 董事長跟他經營團隊 醫院有很多利益 有利益的項目 像都市計畫 我們現在有一個C2棟的工程 副院長一家是醫院家族排行第四 他們控訴是老三以及新經營團隊 為了爭奪更多醫院權利 以及工程利益 甚至控訴 醫院故意懸賞100萬元說要抓黑衣人 但實際上可能是給兇嫌的安家費 案發兩個月後 醫院臨時董事會宣布老三新任董事長 隔天就公告要解除老四 副院長以及女兒的醫院職務 也讓這家人相當錯愕 覺得很激 這是我們家屬的醫院 那行政副院長也是在這邊 服務了60多年 被解除醫院管理部主任職務的 副院長女兒帶著分別高齡80 以及76歲的爸媽公開控訴 醫院董事長三博跟新院長團隊 聯合操控 讓媽媽被打重傷 還意圖要讓他們無法插手醫院事務 而軟綜合上午並未出面受訪 經營聲明稿表示一切依循規章制度執行 7月30日臨時董事會 是主管機關核准後 召集推選新任董事長 被指控經營團隊是指使者 將保留法律追溯權 在第70年的老牌醫院 為了醫院經營權 兄弟肩撕破臉 也讓外人看了不神唏嘘 記者高雄總和報導